95、大公報,依指美陀加還價是談兩週三延期 2015年7月12日國際新聞A14 大公報信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美國和歐盟官員10日表示 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談判的截止日期將延長至13日 以便為談判提供更多時間 此前,伊核問題6國和伊朗在6月30日和7月7日 兩個談判期限前都未能消除分歧 達成協議,談判期限不得不一言再言 伊朗議會議長拉呂加尼10日警告美國在最後階段討價還價 會犯下歷史性的錯誤 他說,他們要明白伊朗人能夠將問題分清楚 如果你們將談判拉到死胡同類 將犯下戰略性錯誤 經過三年的談判和佔用時間 這樣的討價還價是不負責任何沒有理由的 伊朗國內反美情緒高漲正在維也納參加核談判的伊朗外長 澤呂夫再次強調政治決斷的重要性 他說,我們要的是一個有尊嚴的協議 是為了談判才來到這類 我們已經說過協議和施壓是不可以併存的 他們要遇者選其一 近兩天來,伊朗國內舉行大規模支持巴勒斯坦的遊行 民眾高喊打倒美國的口號 反美情緒高漲 德克蘭此前轉麻日聚禮演講者哈塔米十日 對德克蘭的民眾說 美國人士不值得相信的 他們的目的是如果達成了協議 會說施壓發揮的作用 如果沒有達成協議 會把責任歸咎於伊朗 美國和他的盟有過多的要求阻礙了協議的達成 拉舉戰紙記者似窮居色 美國國務卿克蘭與伊朗外長澤女夫爭在房間內激烈爭吵 克蘭的助手留進房間告訴兩人 爭吵聲外面都能聽得見 第二天,德國外長斯泰因瑪爾見到澤女夫時說 看來昨晚你們舉行了建設性的會談 整個酒店都能聽見 馬拉松談判養各方談判者類各不外 一名外交官吐槽道 這女足夠讓你發瘋 連續十多天反反覆覆核自助餐 讓人難以忍受 據悉,伊朗代表團已經開始從當地的伊朗餐廳叫起了外賣 這些天,維也納的氣溫接近40攝氏度 許多記者和攝影視乾脆短衣短褲上陣 為了給記者們介紹降溫 奧地利外交部還提供免費冰淇淋 外交部工作人員每天至少一次推示 《假》B棋林的小車進入臨時搭建的媒體帳篷 一名來自法語媒體的記者吐槽 我的詞都快用完了 你能用多少種說法來表達接近最終協議 《假》B棋林的小車進入臨時搭建的 《假》B棋林的小車進入臨時搭建的